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呃 pbq 300 呃有我之前有想过要把300200起买到但应该300比200新吧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两根如果再买回来评测也不差别不大 因为反正两个都是白金的别如果是我我会觉得说我不如多买个品牌对所以呢就 然后这根比买回来的时候他是不包那个吸摸器的 他是说我另外再买个吸摸器反正这个也不贵啊对呃然后再下来首先先那个插把吗反正便宜的比大部分都差 贵一点的或者中档贵一点很多都是那种悬纹吗对吧 呃然后下来还是一样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尺寸先 尺寸的话是这样子 呃一样拿了这根笔然后做一个对比 呃好那你看到 哎这次基本上是差不多 呃对差不多一个尺寸然后会粗一点 拿下反正塑料的吗对吧后面有些小细节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先把那个吸摸器给装上去吧我们就 呃然后这个长度的话反正就是呃 对12.2 12.2的话就是 对啊我好大的一个什么 这个 木囊哎啊我们还是把吸摸器给装上去吧 这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不长不短这样子 可能我用欧标用多了 然后这个吸摸器哎刚刚好有点透有点什么的啊这个笔有点小心思 插上去啊没有那种卡榫啊 然后拿起来对直直的反正就正常的吗就是说不算特别有诚意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往外抛或者往内抛这样子有点摩擦力相对来讲会有诚意很多整根笔看起来啊 嗯 呃再下来的话整根笔就很常规的这个就更多不 他是钢笔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叫 颜值来讲就算了吧更多就是真的是一个文具对 他就是一个文具就是这样子 他就明白再告诉你对我就是一个文具 我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 那哦不好意思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啊 呃好那个我们也不说那么多就赶紧那个 蓝色反正颜色有很多种了我就赶紧先写一下是吧 呃这一样上下墨这样 对的 哎 那个我就先赶紧写一下这样子哈 好的那个写完了呃首先来讲这根笔不太推荐吗因为他手感真的不不怎么好呃真的文具价格来讲呃怎么讲呢有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呃没有白乐的好说实话这是真的没有白乐那个手感那么好另外一个他写起来我先写一下啊啊 能不能听到这个比起正常的那个声音 对那瓜子声很明显就他这种就感觉不是阻尼感的就有点真的叫瓜子了 因为正常有点小阻尼感我觉得还是会特别写中文的时候会表给力的 但是呢他现在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就我觉得一般般末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反正就是但是 就是 很瓜就有点小瓜了这样子然后呃颜值上面不是特别突出呃 但反正就中规中矩吧学生用反正或者是平上考试用如果你不是太在意比的人我觉得也会选择他 因为有一个品牌在那边嘛但是我我认为如果买还不如买那个百乐的百乐的会比较到位一点 呃反正就笔尖的话就真的不不太行这个笔尖呃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看他会比那个五音的细但是细笔本身应该要有很好的可控性的但是他这个好像 也不是特别好出风就出那出风那感觉不是特别的一个 就没有那种很难出那种感觉而且笔尖很硬 呃另外写起来的话累倒是不会累了我觉得当摸起来反正就是也不会说滑手 其实那个滑手我觉得不会那么严重了这个东西啊对大概就这样子呃大 嗯能说的地方不多因为他真的就是说摆明就跟你说我就是一个文具这样子对 好的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的笔的一个评测呃 然后呢喜欢的话喜欢我视频的可以叫微信然后一起交流交流 或者是说有什么我讲的不对的或者给我纠正一下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呃那个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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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